词曲 李宗盛 空间的浮游 重启我人生一起看 彩虹 不会与你约定 我们每天都会做梦 有时候美梦成真 有时候惊魂未定 还有的时候魂迁梦系 但你有没有想过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梦 而他曾在我们 没有准备的时候醒来 他是去干这事的 不然我去 也是为了我好吗 再说了 我们两个人不是还没好的吗 为什么好难过的 加油 起珠 加油 起珠 最棒的 加油 要振作起来 加油 加油 好美啊 真是一个 美丽的意外 我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跟我也没有任何的关联 所以你不是国客 你是我和这个世界 唯一的联系 既然我是你和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联系 我就不会再送床了 以后我们的时间就一样了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了 我想让你也陷入危险 所以 既过你的生活 当了开心的作家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 是他如乌云 你如弯月 乌云欲角月 云散月不止 有了 你和这个世界上最有机场的 你和这个世界上最有机场 也不有机场 我走开 你不想要 你把第一天 我记得第一次跟他遇见的时候 海上也有一道彩虹 看来这事一时半会儿是过不去了 拿起精神来 他说他去解决妹妹的事情 又没有说不在乎你 说不定过几天事情解决好了 他忍就回来了 这只都大半年了还没有解决 不知道我还要找多久了 而且他还跟我说 和我们两个人 没有都不会再见面了 不哭不哭不哭 别哭 别哭 我没哭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没收成 包括后来我们两个人相遇 包括失忆 还有独家的案子 莫妙的案子 他说这些事情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既然宇宙让你们一次又一次地相遇 这就说明你们彼此之间有某种看不见的强大引力 你知道量子纠缠吗 具有量子纠缠的两个电子 其中一个到了太阳边上 另一个到了冥王星 但两者之间依然具有关联性 如果其中一个改变了状态 另一个也会改变状态 我觉得你们就是这种关系 大姐 你能不能说点人听懂的话 我听不懂 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一定会再相遇的 你确定 我确定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现在的感受写一个新闻连载 你一边写一边等 说不定等你写完那就回来了 你想想好甜 是不是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道理 对啊 别不高兴 来来来笑一个笑一个看一下 你弄得丑死了 大家久等了 我决定从今天起开新书了 哇大姐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想死你了 小马渣已经搬好 前排等更新 你们千呼万唤的七处小姐姐回来了 傲娇作女 vs双面雪霸操汉 威虐高田 BGE 是突然下的雨 拼命的奔跑 追赶未来的你 是属于你 你才做 全程高田 青霸无虐 给她发个微信吧 你在干嘛 也不知道她满玩了没 也不知道她满玩了没 别打扰青妈创作 我就是想说 你真跟那警察叔叔翻篇了 你听过十块钱的冷笑话吗 什么冷笑话 算了算了 听她讲冷笑话 就像听老干部做报告 这个人不是我的菜 谁要谁拿去 太好了 我记得 嗨 嗨 同学聚会 怎么救你啊 其实 其实是我想约你吃饭 不好吧 我还有事 以后就别 爹 别拐弯抹角的 我们不是同学吗 来 坐坐坐坐 就是就是 坐 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我都行 你 你 你点吧 真不好意思 第一次见面就要等这么久 因为我工作上的事耽误了 没关系的 我听邱阿姨说 您是警察 您是小学老师 哄你为什么都在跑转相亲 我晚上吃得很少 你就随便点你喜欢吃的就行 那你是在减肥吗 我看起来需要减肥吗 怎么了 笑什么了 没有 没有 我发现你话不多 这点特别好 我就不喜欢话多的男生 对 肌肉话题挺少的 要不然我跟你讲个笑话吧 有一天 十块钱被人绑架了 于是 不好意思 水先生 有件事 我必须要向你道歉 怎么了 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对不起啊 我妈嫌我男朋友条件差 不满意 就非要安排人跟我相亲 能不能拜托你回去告诉介绍人 就说 你就说你没看上我 咱俩不合适 现在我回去 也好跟我妈交代 好 实在对不起啊 让你白跑一趟 没事 笑语 咱俩 猜上齐了 趁热吃吧 好好好 我手机好像没电了 你可以去那边吧台 帮我借个充电宝吧 谢谢 好 我马上就回来 谢谢 谢谢 沈先生 你是生气了吗 没有啊 你不是说你有男朋友吗 我才跟你说话 就不太合适了 咱各是各的 你不用管我啊 可知可 木头的世界真的好迷啊 我还要干吗 看什么看 你怎么能对女人动手啊 谢谢 你是不是不服 你不服是不是 疼疼疼疼 疼疼 扰乱公共秩序 打架斗殴 护打妇女 魏隋 跟我走一趟吧 你走 市局刑警队三级警司 沈时彦 我就问你服不服 是你吗 走吧 hey 小鱼 晓越 你去哪儿啊 Color 工职 我们 Work 这语 使说 一 Claire 取代 带 一 guided 你怎么还没走啊 每一步你的脚印我紧紧追 风从哪里来都不会改变 我找你你的方向 你往何处去 我要是自己先偷偷走了 那怎么对得起你英雄救美的戏啊 走吧 我请你吃火锅 走啊 我 你吃了吗 我吃啊 吃啊 那喜欢麻将还是香油啊 香油 可口还是百事呢 可口 喜欢吃肥牛呢 还是肥羊 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的东西可太多了 我看你之前那么能说会的 我都以为你是毕业论小能手 哪有人上来会对女孩子说你胖了呀 那我这算是拼实力单身吗 非常酸 没法 成长 成长 我听谈脚说 有很多男生在追你 那今天那个小男生也是你追求的 不是 那是我同学 你很可爱 有人追求你很正常的呀 那 你答应他了吗 没有 当然没有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那个怂样 不可能 不可能 哦 哦 对了 那除了这个男生还有别人在追你吗 呃 我想想啊 大概还有两三个 不重要 还有两三个 这么多男孩追你 你都没看上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喜欢 沉稳一点 理智一点 最好正经中呢 要带着那么点中二的 要是还有个支付又或什么的 越更好 你现在接着省我吗 哦 对不起 职业病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你刚刚说的那个 制服诱惑是什么意思 就那个 这这这这 吃东西啊 快快快快快去 哦 齐出大神 好喜欢有轮上的故事啊 只有唐没有念的故事最好看了 最有生活的真实感 大神加油 你就是活在偶像区里面吧 谢谢秦 只要敢于发现 生活里处处都能磕到他 但是两人 我看来我们刚才能不能在的 更好 There's one 看 事情有什么 没什么 非常有趣 行 这 刚才 我准备了 这个 我看她 大神写得很好看啊 我又想起爱情了 C.P所死期待 你们真的觉得很甜吗 虽然大神写得很有趣 但怎么感觉到了失恋的情绪 你才失恋了好吗 你们专家都失恋了 你闻别嘴上 什么人了 高能预告 今晚更文 甜诈 厚死你 强称容易内伤 加油哦 你才内伤 你哪一眼你看得我失恋了 职业黑粉吧 这是 我很快乐 我生活很甜 明明好得很我 乌玉 你怎么 你怎么没做 我生活很云 她知道你 我 thrice 我不想 你怎么还 你怎么办 我 母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今天是几号 八月五号 女士 哪一年 现在是二零二一年的八月五号 女士 请问您是需要什么服务吗 不用了 谢谢 不客气 二零二一年 我又回来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没事吧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对不起啊 好 那你小心一点 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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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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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只是一场梦 他和我也只不过认识了不掉一天而已 等一下 你认识鱼哥吗 我在鱼哥那里办了卡 卡里还有六百多人 不只是鱼哥 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面 太好了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没有在做梦 可 可是 可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们应该是触动了某种关于时空的力量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就算是回来了 我没有 你别担心 路淼她肯定会没有事情的 你行吗 你去带你来 你去带我 你来带你去带你去带我 哥 哥 你放什么时间 放开 哥 你怎么了 你哥 是因为太久没有见你了 所以有点激动 到底没见 我不是才见过你吗 怎么还哭呢 你别吓我呀 你 你们好把手机给我 你拿我手机干吗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必须待在家里 记住这一天 那天不是我生日吗 我肯定得跟朋友出去玩一点 不行 你必须要听我的 哥 你今天怎么了 想一出是一出的 而且现在才八月 你就管我十一月份的事 控制又是不是太强了点 乖 这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呀 说不上来了吧 我先声明了 这种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 我是不会同意的 吴淼 你要听你哥的 你是谁啊 我叫谭角 是你哥的朋友 你桌上那本书 就是我写的 你 齐 齐叔大神 你 你今天是我哥朋友 你这后就签 哥哥 我能要个签名吗 大神姐姐 你们帮我签个名吧 我特别喜欢影系的书 我可以帮你签名 但是你要答应我 刚刚你哥跟你说的 你都要记到心里面 十一月五号千万不可以出门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好吧 既然大神说了 我就照办 大神姐姐说什么都对 不像某些人 十分钟前还说我看的书不上党 这本书 写得挺好的 别担心了 乌妙他已经记住了 他都已经答应我了 谢谢 谢谢 他啊 就是嘴上说答应了 根本就没有走心 以后 还要多拜托你 帮我多劝劝他 放心吧 跟书粉交流 是我的强项 哦 对了 你之前 不是说你要去别的城市了吗 本来是要走的 但是最后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 不可不得了 我就是在这儿 那边要去看看 我不是想去看吗 你不是想去看吗 是什么 我不是想去看吗 你不是想去看吗 你不是想去看吗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只是这张照片上有谭小姐 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看一眼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那张照片怎么了 那张照片中 除了你 演员 朱姬蕊之外 上面的人全都死了 都死了 怎么会这样 妙妙 陈教授一家 还有一个小男孩 叫朱姬蕊 全在下船后的一年中 意外离世 既然我们回到了船上 那么一切就有改变的可能 不管能不能改变 我们都要试一试 对了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碰到严远了 我记得朱姬蕊说过 他和严远 是开船后的第二天相识的 那也就是明天 你的意思是说 要想办法阻止他们认识 只要他们不认识 严远就不会跟朱姬有交集 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 那这样 明天一早 我们就在这里结合 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两个人相遇 嗯 怎么了 你 你 还有没有 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暂时没有了 是有什么事吗 嗯 没事 那 就早点休息吧 明天在这即可 好吧 那晚安了 晚安了 晚安 可起来 我呢 暂时没有了 她走完了 像旅行的着迷 是幻想倒影 是流光飞舞的约定 付出水面的决定 因为在乎你 想促开时就遇见 发生这样的事情 怎么就能黑不提白不提了呢 哎你可不是我的初吻 做一个大明星 做一个超级英雄 每天都吃这味道明明 每天给你做叛逆你 谢谢 真不错 是吧 好喝 老师 吴玉 阿玉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吴玉 真是巧啊 阿玉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没想到 咱们在船上也能碰着 怎么 和妙卫一起来的 嗯 爸 你看我就说吧 叫上阿玉哥哥一起 我爸他非得说你忙 这叫相请不如偶遇 只要缘分到了 拦都拦不住 怎么样 你们下面有什么计划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 对 我们一起吧 行了 在学校让人家阿玉给你打工还不够 出来也不让人轻松啊 是吧 阿玉 师母 你倒是开心了 不知道人家阿玉有没有压力 有什么压力 您问他有压力吗 我没有压力 一直都是师父在照顾我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你父母是我的同学 你父亲又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 妙妙和小英是一样 都是自己家的孩子 就是 说什么照顾 你这是 阿玉哥哥 怎么了吗 我看那儿有个店特别好 我带他去看看啊 走 那 拜拜 来 坐 怎么了 什么事情这么严肃 老师 因为某种原因 我经历了未来 未来 这件事情我没办法解释 但是如果我说 只是如果 在半年之后 您的一家 有可能会遭遇不测 您会觉得我很荒谬吗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你似水流年 许你在我眼前 许你牵我的手 说出誓言 许你一言万念 许你一时爱恋 许你怦然心跳 属于我的瞬间 许你一个空间 管我前世音乐 许你一双灰烟 但何时相见 尘遇见落叶 谁和谁的遇见 人生缘前 谁和谁的流年 乌云与巧月 谁和谁的擦肩 花开花落晶灯世界 谁和谁的流年 许你一时爱恋 许你怦然心跳 属于我的瞬间 许你边放人间 看大千地园 许你鼻翼双切 带两尘闪线 不愿与巧悦 谁和谁的遇见 愿深愿迁 谁和谁的流年 真遇见落叶 谁和谁的擦肩 花开花落静灯世界 不愿与巧悦 谁和谁的誓言 愿深愿迁 谁和谁的缠绵 真遇见落叶 谁和谁的亲切 花开花落灿烂世界 情愿迁叶 末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